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这么一个家族,短短几十年间,一共建立过四个政权,其祖孙三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但却又是一个又一个的昙花再现,这便是北方辽东鲜卑族的慕容氏,这个族群进出战争大魔王,其后代子孙慕容克,破天荒地被放到华夏王朝的五庙中祭祀,成为唐朝五庙六十四将,宋朝五庙七十二将之一,和众多华夏王朝名将共享祭奠, 他一生共经十数次征战,几乎从无败计,他在十一日,福坚和环温以下,都不敢轻举妄动,更是被我们称为十六国时期的第一名将,还有一位人生跌宕起伏,六十岁才开始创业的慕容锤,他反复叛乱,却不识道义,前半生为国之注食,后半生卧心尝胆寻求复国,天资英杰,威震中原,更恐怖的是,他们这一代就除了四个皇帝级别的人物,慕容家祖坟一定是冒清烟, 后代子虽一个比一个刚亡,而且这个家族还一直盛产角色美男,人中精英,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南乔峰,北慕容里的公子哥慕容傅就是这个家族的后代,慕容氏的先祖是五胡乱华时期的鲜卑人,当时鲜卑族有三大姓,拓阿氏,宇文氏,慕容氏, 曹魏时期,慕容先祖慕容傅巴,随司马懿争讨辽东的宫遂渊,立下了战功,被封为王,封帝就在齐城以北,慕容家族就此开始发迹,据说当时北方的汉人流行戴不摇冠这种帽子,慕容傅见了也很喜欢,于是也跟着赶时髦做了一顶, 鲜卑人见了他这种打扮,都称他为不摇,因当地语言不摇同慕容读音相近,所以传到后来就成了慕容,莫护巴的后人,便干脆以此作为部落的名称,还有一种说法是,慕容一之家德,献三光之一荣,莫护巴仰慕天地二一之德,继承日月星三光之荣,便以慕容为始,无论是那种说法,均是鲜卑族趋向汉化的表现,莫护巴的孙子慕容,设规在西晋朝时, 因保全柳城之宫,被封为鲜卑禅语,于是这个部落由集成迁至汉族聚居地辽东北部,慕容社归死后,棋子慕容归诛杀了篡位的叔叔慕容奈,当时东北上有宇文鲜卑,段氏鲜卑,高沟里,浮渝国等多方势力全崖交错,因慕容社归与宇文鲜卑有仇,慕容归想报其父的怨仇,于是连年劫掠昌离郡,之后费了老大力灭掉了旁边的浮渝国,逼得浮渝王自杀,然而却因为 西晋的参合,赋予得以复活,慕容归经过这两战,终于清楚认识到,自己和西晋的实力差距,之后便开始全面彻底倒向晋王朝的策略,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八王之乱爆发后,中原民和士族大量的逃离,其中归附于慕容归的汉人流民越来越多,慕容部逐渐强大起来,之后从辽东向辽西迁徙,逐渐以农耕生产为主,并更加接近中原,公元319年, 平州刺使崔璧,联合高沟里及宇文鲜卑,断步鲜卑等,三国联攻慕容归,企图瓜分慕容部落土地,慕容归紧闭城门不应战,用离一剑之际骗的其他两国带兵而归,随后率领儿子们带兵突击,大败宇文部,之后三国使者前来求和,崔璧害怕被报复,于是逃亡高沟里,第二年,高沟里侵犯辽东,再次被慕容归所败,此时的慕容部已称霸关外,而中原地带却已是 后召石乐的天下,石乐派遣师者,被慕容归拒绝,石乐大怒,派宇文启德归攻打慕容归,结果被慕容归全奸,国都都被拔了,人口牲畜全部被慕容归劫略而走,慕容归去世后,其子慕容晃继位,然而却因为慕容家人才背出,谁都不服谁,互相猜忌,有着雄武之才的慕容汉,出奔断疗,之后兄弟反目,慕容不经过三年内乱才最终安定下来, 公元337年,慕容晃自称燕王,建立燕国,史称乾燕,之后慕容晃联合石虎讨伐断疗,慕容晃军队斩敌数千,掳掠五千余户而回,石虎借故慕容晃独攻断步鲜卑为由,八兵数十万北伐,直接攻打至吉城,几十万大军四年进攻, 双方相持十多天,九攻不下,石虎碎后退,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慕容家最能打敌子孙出现了,慕容晃第四个儿子,年仅18岁的慕容客,寿命带领两千骑兵,出城追击石虎,石虎大惊,气甲溃逃,慕容客乘胜追击,大败后赵军,斩获三万余起,此后断疗派使者向石虎乍撑投降,请求出兵接应,石虎派兵三万前去受降,慕容客在密云山, 埋伏了七千精密的骑兵,后赵金玉席,死伤大半,第二年慕容晃迁都隆城,早年逃奔鲜卑断步的慕容汉,此时已回归前沿,公元342年慕容汉献祭击败高沟里,高沟里王高昭败逃逃,慕容晃绝开启父亲高以福利的墓穴,用车载着尸体积极兴武器和珍宝,截略了五万余百姓,毁灭了丸都后,班师回朝,之后高昭向慕容晃称臣,慕容晃这才把他父亲 的尸体归还给他,公元344年慕容晃亲自带兵,以慕容汉及慕容锤为前锋,零两万骑兵讨伐宇文义斗归,宇文义斗归大败后,死于漠北,宇文不迁于礼之地静归慕容家,五万余户百姓迁徙到昌黎,宇文是从此散亡,公元345年慕容晃令慕容克攻打高沟里,慕容克攻克南苏,射手所而归, 公元347年慕容晃派其世子慕容晋,与慕容克带领一万七千骑兵东西夫妓,慕容克一战俘虏了夫妓王及其不重五万余口,大胜而归 公元348年,准备挥石南下中原的慕容晃,在一次狩猎中坠马受伤,不久后去世,享年52岁,其子慕容晋继位 此时后召皇帝石虎去世,诸子征位,中原大乱,慕容晋开始图谋南下 公元350年,慕容晋三路大军南征后召,攻陷继承,并迁都继承 这时候,燃敏杀了十只,在夜城称帝,国号大魏,史称阮位 与此同时慕容晋已攻下幽济二周 公元352年,燃敏在灭亡乡国后,亲自带兵攻打前淹,与慕容克在魏昌城相遇 交战前期,燃敏实战时胜 之后,慕容克用铁锁把战马连接起来 扬败右敌,然后兵分三路,夹击燃敏 利用拐子马,铁浮屠正面迎敌 大破燃敏,战卫军七千人 跑跑途中,燃敏马是前提,被慕容克生擒 慕容克一战封神 此后前淹攻占夜城,燃为灭亡 公元352年,慕容晋得到传国喜,即皇帝位 国号为大燕,印度继承 此后慕容氏开疆阔土,成为帝跨幽,冀,并,平,四周的政权 与钱秦和东晋三足鼎立 而正当慕容骏图谋,再度侵犯东晋之时 慕容骏跟他父亲一样抱憾而逝 十年四十二岁 此前托古慕容克,来了一场白帝城托古 说,国体虚弱,恐怕不行了 太子慕容伟年龄又小,我想把国家交给你 慕容克答道,陛下若以臣勘赫天下之认者 您不能俯哨主乎 慕容骏约,论辱行周公之事,无负何忧 慕容骏死后,其子慕容伟继位慕容克辅政 慕容克勇冠三军,一生无一败继 功业之高,无忧彼者 辅佐期间,前焉继续着他的辉煌 然而,七年后,一代战神慕容克病逝 临死前推举其弟慕容垂辅政 慕容垂原名叫慕容霸 自小兽父亲慕容晃嘉奖与宠爱,所以很招慕容骏的记恨 慕容锤小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磕掉了牙齿 后来慕容骏即为燕王后,为奚落慕容霸 便让他改名为锤 慕容晃就像李渊一样,生了一堆的神兽 老五慕容锤跟老四慕容克一样能打 文武兼备,十三岁就随负征战 勇猛多谋,羽翼战功 只可惜慕容伟跟他父亲慕容骏一样不信任他 慕容克病死后四年 东晋大司马桓温终于由胆量率领夫妻五万北伐前淹 东晋大军连战连胜 慕容伟和太父慕容凭万分恐惧,都开始考虑迁都了 这时,武王慕容锤终于得到机会 他请兵抗禁,领五万不弃抵御桓温 同时福建元若极强,派两万勤兵救援前淹 桓温接连失利,粮草不济于是选择撤退 慕容锤领骑兵八千追击 与慕容德左右夹击,大败禁军,斩首三万人 而后擎兵又截击了桓温,禁军死者负已万计 桓温的北伐以失败告终 慕容锤大败桓温后,备受慕容平的记痕 太后可足浑视一贯不喜欢慕容锤,遂毁其战功 又与慕容平相谋,欲杀慕容锤 慕容克之子慕容凯劝他先发之人 慕容锤无奈之下说 古六相残而守乱于国,无有死而已,不忍为也 最终被逼出根前情 而情相往往深知慕容锤的雄掠 认为其非可训之人不如除之 但被福坚拒绝了 随后慕容锤被封为冠军将军,封兵都侯 而往往对慕容锤的忌惮,也一直没有停下 在出征前艳之时 他向福坚申请带着慕容锤的世子慕容令一道出征 临行前与慕容锤把酒言欢 并赠送了一把随身佩戴的金刀给他 然而出征后却买通了慕容锤身边的下人 让他带着这把金刀去见慕容令 以佩刀为证 说他们父子俩有危险 通知他赶紧逃往燕国 慕容锤得知此事后 知道上了王猛的当了 但金刀既无计可破 自己儿子大战之前逃回燕国 这下子百口莫辩了 慕容锤只能再次出逃 可惜很快被追了回来 但让人意外的是 福坚并没有责备于他 慕容锤侥幸逃生 但他的儿子慕容令 却早已死在燕军军营 仅一年之后 钱晴就灭亡了钱燕 慕容伟机器陈辽族人 与鲜卑人四万余户 被迁徙到长安 慕容克去世后仅仅两年 钱燕就被还为五万兵力 吓得差点迁都 第三年 钱燕就被钱晴政权所灭 这实在是让人唏嘘 此后慕容锤劝说福坚杀了慕容平 福坚不但没有同意 甚至还让慕容评论泛杨太首 其他的钱燕诸王也吸补边境 此时的福坚已统一北方大部 面对不断壮大的鲜卑人势力 底族贵族一直劝说福坚诛杀慕容氏 福坚都未采纳 直到后来往往病逝 慕容锤这才得以解脱 但慕容锤还是在前情 折服了十四年之久 公元382年 福坚准备南下伐境 一统天下 动人的军队一时达到近百万人 慕容锤也领着三万人陪同出战 结果肥水之战 福坚意外崩盘 但慕容锤的三万人马毫发无损 他主动将三万人马归还福坚 并护送福坚返回关中 之后他脱离福坚 带着旧部下一路北行 走向复国之路 到达夜城之时 福坚的儿子福坚镇守此处 当时刚好爆发叛乱 而叛军中又有不少前燕人 于是福坚便命慕容锤领兵出征 在到达河内之时 慕容锤以兵员不够为由 又募兵了八千人 随后杀掉了福坚派来的监军 之后转头开始围攻夜城 拿下夜城后 给福坚写信 告诉其起兵的缘由 这一年慕容锤已经五十九岁了 公元386年 慕容锤自立为帝 建立大燕 史称后燕 此后十年慕容锤恢复了前燕当年的国土 夺走了东晋的青州 燕州 徐州等城池 打败高沟里 夺回了辽东老家 但对于前情的关中之地 则是秋毫不犯 与此同时 慕容锤的几个兄弟重新崛起 慕容锤等人也在关中起兵建立西燕 并杀害福坚之子福瑞 福林 但福坚却未迁入于长安城内的慕容家族 直到慕容锤起兵欲刺杀福坚未遂 这才被处死 十年之后 慕容锤吞并了西燕 与此同时 北方一个强大的政权正在崛起 这就是北魏王朝 先背部拓拔式 慕容锤打了一辈子的仗 年事已高 便开始把国事大事 交给太子慕容宝 而慕容宝才大之粗 不堪其任 公元395年 慕容锤派儿子慕容宝领大军八万法位 又让慕容得 慕容绍领不起兵一万八千人作为后继 本来是想让儿子出去历练一下 渡个精 在军中立下威望 结果拓拔归派人在半路上截断后 焉传送消息的使者 然后散播谣言 慕容锤已死 密不发丧 慕容家随即开始互相猜忌 导致慕容宝军心大乱 最终厚颜大军在餐和皮 差点全军覆没 慕容宝仅带着一千多人拖尾逃生 拖拔归大获全胜 他挑了些可用之才留在北魏 准备将其他的俘虏全部遣散回去 借机招揽中原人心 然而在王剑的劝说下 最终将投降的五万厚颜士兵全部坑杀 餐和皮惨败的消息传到后烟 举国震惊 十年七十岁的慕容锤 面对如此败局 决定御驾出征 他凿山通路 带领大军偷偷摸到平城之下 一战而破城 拖拔残部全部被慕容锤俘虏 燕军继续前进 经过餐和皮 慕容锤看到堆积如山的燕军尸骨 于是涉弹祭拜 由于心绪激动 竟然口吐鲜血 一下病倒了 大军于是班师回朝 而慕容锤最终病逝于途中 享年七十岁 回看他坦坦荡荡的一生 形势光明磊落 年少成名 却惨遭手足猜忌 潜逃他国 几次脱险 五十九岁起兵复国 南征北讨 所向披靡 跟他哥哥慕容克一样 天纵其才 一人撑起了一个王朝 而当他们离去之后 所有的光芒也随之淡去 此后的慕容家族开始衰败 慕容锤死后 其子慕容宝其位 慕容宝一级位 便逼杀继母 费力太子 几个月后 北魏趁后燕正举不稳 威施功法 攻占了包括后燕首都中山之内的大量领土 慕容宝的后燕被北魏大军拦腰截断 其叔叔慕容德团结南部的慕容先卑人 先南迁又东走 最终夺取其的自称燕王 史称南燕 此时慕容德已经六十多岁了 三年后 慕容宝被自己的舅爷爷 兼亲家公兰汉所杀 儿子慕容圣即位 但三年后慕容圣被此身亡 因皇太后丁氏暗中与慕容锤的小儿子慕容锡私通 于是他拥戴慕容锡继位 慕容锡荒淫无道 被他的养子慕容云和大将冯八联合尸杀 慕容云自立为燕王 史称北燕 本就是养子 再加上后来冯八取代慕容云 成为北燕第二位君主 北燕已跟慕容家无关联了 三十年后 北燕被北魏所灭 而南燕处在各大势力之间 慕容宝去世之后 慕容得正式称帝 凭个人能力坚守了十年 后因五子四 便传位给自己的侄子慕容超 慕容超不关心正事 浩大喜功 竟然傻到主动攻击南方的东京 于是刘豫开始率军北伐 南燕首都广固被威数月 淡静梁绝后开城投降 慕容超领身边数十人出城逃跑 结果被刘豫的军队生情 年仅二十六岁的南燕末代皇帝慕容超 被送到建康后斩首世中 南燕就此灭亡 慕容家族的传奇 也就此宣告落幕 从慕容郡建立前燕 到慕容锤建立的后燕 再到慕容红的西燕 慕容得的南燕 在短短五十年间 三代慕容室 竟然建立了四个不同的大燕政权 之后慕容室惨遭妥伐式的清算 为了避难 有一部分人改为慕姓或者荣姓 直到北魏灭亡后 一些人才开始慢慢恢复慕容姓氏 而到了南北朝结束之后 慕容皇室的后裔 仍时刻心心念念着恢复大燕 甚至到了近七百多年后的北宋朝时期 慕容室的后裔仍幻想着复活大燕 这便有了小说天龙八部里 巫苏慕容父的梦遂 时也命也 大燕这种纯靠强而有力的君主 来支撑的朝代 其制度注定不可能会偿命的政权 慕容家的神兽再多 也不可能代代都有麒麟子 把一个国家的命运 寄托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这也是大燕无法持续输出 无法一股作气统一北方的原因所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